好,我现在定义了一个矩形 那它有宽跟高 那根据上礼拜我们的写法 各位还记得我们应该怎么写吗 我现在写一个比较原始的写法 Rectangle R 等于 New Rectangle 我建立了一个矩形的物件 R点 这里有问题 当我打R点的时候 你看到它wis和height出不来 代表这个东西不可存取 不可存取你该怎么办呢 不可存取 我可以加个public这个字 代表把它公开 这样它就可存取 就是它的权限是公开 这时候我再打点 你可以看到它wis和height会跑出来 那这个就是 就是我可以直接存取它的成员 但是在物件导向里面 直接存取成员其实是有点违反封装原则的 不过在c-sharp里面有其他的解法 那直接存取成员其实在c-sharp里面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 等于3.0好了 宽5.0高3.0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console 点rightline 然后呢 我印出 印出R点等于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R点width 然后R点height 等于 好我这样子来做 那我们执行一下 好那它有输出喔 但是可能看不太到 我把它这里加一个中断点 哇哇哇 还好还好没当 只是慢了一点 好转档一下好了 好那这我再执行一次 好那我们会看到 它印出R点width 等于5R点height 等于3 那而且呢 这边其实就有执行结果了 R点height 等于3.0 R点width 等于5.0 那这是一种 比较原始的 类似c元的结构的解法 这时候我们还看不太出来说 它有什么物件导向的功能 这是结构的写法 我直接都在组程式里面 去存取这些变数 但是 那它的面积是多少呢 面积我们一般来讲 比如说我这样子在印的时候 我就会印一个 Area等于 然后呢 我就写R点width 乘以R点height 那这样子 我虽然可以印出它的面积 但是 这样子的做法 不是很好 你待会就会知道 5乘以3是15 没错 所以它的面积是15 但是如果我今天想再建立第二个 第二个矩形 那会怎么样呢 我再建立第二个矩形 比如说这个叫R2好了 那这个R2呢 我也得给它指定 这些 虽然我用复制的好像也 也还好 一个是4 一个是6 OK 那这样子 我这里就要改成R2 不然的话 我的程式就会一直在印R 而不是R2 那各位一定 会开始觉得这样子写 有点不方便 虽然我还是可以印 但是问题是 我有几个矩形 我就得写几遍程式 那如果我有10个矩形 那也要写到手断掉 所以不方便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好 接下来我们 我们可以改 把这个矩形的物件呢 我改成像这样 第一个我可以让它传进参数 传进参数之后 我可以直接在建构函数里面去设定它 好 这样子传进参数 那我这边 就可以不用写5.0 3.0 因为我在建构函数里面就可以写5.0 3.0 所以这个就不用了 同样的这边我就可以写4.0 6.0 OK 那这边也就不用了 那稍微省掉一些哦 但是还没有很省 好 第二个我想说 那我们应该可以印出这个矩形 那 印出这个矩形怎么做呢 先不要讲印出矩形 先讲计算矩形的面积 那 一个矩形的面积就是宽层高 在这里 我就可以 把这个东西传回来 这样子 的结果 我们只要呼叫area这个函数 就可以 算出它的面积了 那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一个呢 就可以直接呼叫r.area 它跟直接自己计算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 哦 有错 来我们看一下 好 第一个 不包含 两个引数的建构函数 我这边有没有两个引数 好 各位看 r.e.c.t.a.n.g.l.e. 诶 我有打错吗 诶 为什么它 好 看一下 诶 真的没错 我坚持一下看看 保护层级 哦 这里还有一个保护层级的问题 我坚持一下看看 我坚持一下看看 好 这里 一般来讲你要给人家呼叫的函数 不是自己呼叫是 可以给另外一个物件呼叫的 必须要加public 好 那这样子的话 OK 大致上OK了 那执行出来的结果也一样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这一段程式码稍微精简了一些 稍微精简了一些 那还可不可以再更精简呢 当然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直接 写一个print 那我把这一段 直接印出来 然后呢 在这里既然 就是这个物件的话 就不需要印是谁了 就with等于多少 height等于多少 area等于多少 好 这样就好了 那为了精简一点 我两行并成一行 好 就这样 两行并成一行 我请印出它的print 做出它的print功能 那 OK 那这里有个问题 刚刚的r这个要去掉 好 好 我重新建置一下 好 它说部分程式嘛 哦 这里有个 还有个问题就是 我只是列印我没有传维值 所以这里的传维值应该是void 好 好 那我建置一下 OK 这样子成功 好 那执行的结果 也是一样 但是 我们 那样子 既然已经 写好了 我们就直接呼叫r.print 就好了 就根本不需要在这 这一整段 那r2也是一样 这里呼叫r.print OK 那这样子结果 OK 535 诶 两个都呼叫r.print 下面这个应该是r2才对 好 这里写错了 好 还有这一个应该 刚刚没有空格 看到 好 这样子的结果 各位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程式会比刚刚的短很多 那它的用法也会比较好 那这种写法就称为物件导向 就是我把一些资料 跟一些函数封装在一起 这种东西称为物件 好 那这种写法就称为物件导向 那待会我会把这一个放到wikidot上面去 那这一段影片如果有声音的话 我也会放上去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看 休息一下